我想問一下,昨天吳子佳又回唱說他有證據 而且如果就是進入這個訴訟階段的話 能夠把協議全部公開 這樣就是對你自取涅槽 我想對事情能夠如果越清楚 那真理越變越明 他的證據 光是他自己在講的那幾件事情 都沒有講到一件事情是對的 我想他都口說無憑了 大家法院見 那最主要我是覺得 社會的評論工作者或新聞工作者 當然都是第四權很重要的一個監督的力量 但是在講事情他是要有憑有據 評論他可以天馬行空 他要怎麼評論個人的言論自由 個人的想法 但是根據要根據事實 所以我講說我所指的就是他講的四件事情 時間點不對 第二個預付的現金沒有所謂的預付款 這件事絕對沒有 然後第三個也沒有所謂的幾千萬人 那個美金的事情 那一億美金更沒有 這些就是所謂的事實面 如果有這些事實面 他可以根據這些事實面去想像 那當然是他的自由 但是沒有這個事實面 那就是毀謗 所以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有證據儘快提出來 我大概也跟律師大家都相認過了 大概就是說只要有超出的範圍 這種就是提告的範圍之外 對個人的一個回報或是不實的這些講法 我們都會告 那我一直講好像說是為了選舉才來選舉 為了選舉 為了清白 為了正確 那他才是 我想他才是一個為了選舉 才來做的事情 所以在他的節目裡面 大概也有相關的候選人 跟相關其他立委候選人 或總統的候選人 那才是一個非常明顯 為了選舉來做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這邊是 因為他這樣不實的指控 不斷不斷的這樣講 坦白講也真的任人心煩 事實上我對告的事情 沒有興趣那麼高 有一個在選舉的時候 我告了一次 那這一次裡面 他才不再在選舉完 我自己也不是當事人了 他才不斷這樣 用不實的情況來污衊著我們 那是忍無可忍 只好來告 除了吳子家以外 如果其他人 也有這樣子的一些不實 指控是不是也會有疫情 對 當然這種 有關這件事情 有關疫苗的事情 那一旦我們啟動了 這樣提告的程序 那也不能就是 厚以撥持嘛 所以相關的 就要同樣的情況 那我們也只好 都一定提告 這個講一次 到底是不是跟那個 部長 跟院長這邊的 就是相關的關係 我想大概應該是 想法是一致的吧 當然問題是 牽涉到人嘛 我也說牽涉到我那邊也去告 對不對 那是牽涉到當事人 對於當事人來講 我們大概就是有不實的指控 那當然就是一事同仁一律提告 那衛福部都沒有達成共識嗎 因為這個衛福部長 好像也是說 互派處提告 我想在政府端 政府端有它政府端的一個考量 我們都尊重 請問一下就是說 吳子佳還說 如果這個司法這邊要求的話 就會公開這個合約 是有這件事情嗎 對 在這個國際的慣例裡面 相關的保密協定 會經過法院的一個指定 而做相當程度的一個公開 不過在我所知以前 因為這是有關於藥物的嘛 藥物這些的所謂的公開 它都會只限於說 特定的人 特定的對象 不是對於廣泛的一個大眾 除非它真的覺得 有這種非常在公共利益上 非常有必要去公開 或者法院不會輕易 對於這種所謂商業的合約裡面 去做強勢的公開 不過它審理上必要的資訊 它可能會要求 好